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他的作者正是出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陈子昂 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 对于唐诗的发展影响巨大 可以说他的出现将唐诗带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 后世的李白杜甫接受其影响 很多人都熟悉这首流传千古的《登幽州台歌》 但却对陈子昂的生平不甚了解 在这大气磅礴 荡气回肠的诗句背后 是作者陈子昂不平凡的一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 让他写出了如此撼动古今的诗句 在陈子昂的心中 又为何总有一种矛盾而纠结的情感呢 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诗里的山水异境》第一部第七集 欧盟未必是真心 我们来讲一个绕不开的出唐诗人 此人曾经是初唐时期诗文革新的主要人物之一 主张学习捍卫风古 可是他早年学习不太用心 直到十八岁才好好学习 但是却能够逆袭成功 而且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 他曾经登上幽州台 在宇宙苍茫中去感受个体生命的渺小与短暂 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是谁了 他就是陈子昂 如果我们全面去关注陈子昂的诗歌的话 尤其是他的山水师 您会发现陈子昂嘴上说着 要归隐山水 心里想的却是如何为朝廷分忧解难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他的诗歌 走进陈子昂的山水世界 首先来看一首诗 春日登金华冠 白玉仙台鼓 丹秋别忘瑶 山川乱云日 楼谢入烟消 贺武千年树 红飞百尺桥 还一赤松子 天鹿坐相邀 金华冠 在四川摄洪县北边的金华山上 这里是陈子昂努力读书的地方 但是前面我们说了 陈子昂早年的时候 很不让家人省心 从来没有把学习当回事 但是陈子昂呢 也有个特点 知错能改 有一回他和几个朋友啊 到学校去玩耍 看到一群小朋友摇头晃脑在读书 特别是听了老师的讲解 他觉得这才是人生正道 于是决定 折截读书 心动马上就要行动 陈子昂 马上就来到了金华冠 要在这好好读书 因为金华冠远离城市喧嚣 他原来那帮子朋友 不容易找到他 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可能有的人就会问了 那金华冠里 为什么会愿意让陈子昂在这读书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 这个修道之人 多数是行善之人 第二个原因 是和陈子昂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陈子昂家里有钱是当地的富户 而且不是一般的富有 特别是到了陈子昂的爸爸 陈元静这一代 不仅为人风流倜傥 而且还喜欢助人为乐 街坊淋漓 谁家有个麻烦 谁家需要帮助 人家愿意提供帮助 喜欢助人为乐 有一年呢 当地遇到了灾荒 老百姓没吃的没喝的 陈元静主动拿出自己家的存粮 拿出来之后 让大家吃喝 而且不用还 说明陈元静这个人多么的慷慨 交冲这一件事 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陈元静的人格魅力就会飙升啊 大家都愿意和陈元静做邻居 那么作为陈元静的儿子陈子昂 必然会因为他爸爸的人格魅力 受到大家的尊敬 所以金华冠就愿意接待陈子昂 在这儿来读书 那么这个金华冠在陈子昂的眼睛里边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那是个非常适合读书的好地方 我们先看这首诗的前两句 白玉仙台谷 丹丘别忘谣 就这两句 已经是仙气十足了 为什么这么说 白玉仙台 就是那个玉台 玉台是干嘛的呢 这个玉台是神仙界的最高的首领 他住的地方 那这个玉台的特点是什么呢 全入白玉石雕饰 很干净 再说丹丘 丹丘也是神仙境界 据说这个地方 昼夜长明 没有白天黑夜之分 仙气十足吧 那这个白玉仙台 这个金华冠到底有多漂亮呢 再看看陈藏诗里边是咋说的 楼谢入烟消 贺武千年树 红飞白尺桥 这些句子全是写当地 金华观景色优美的 地势很高 因为在金华山上借着地势 远远望过去 是高耸云霄 高 另外再看这个树 树不仅高大 而且还有个特点 年份久远 水面上 飞桥横下 让我们想起来是长虹火波呀 所以到这个最后的时候 诗人就在这地方 展开浪漫的想象 还以赤松子 天鹿坐相邀 他希望遇到上古仙人赤松子 然后跟他一块去修仙得道去 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了 这个陈子昂就一首诗里边 一会儿是玉台 一会儿是丹丘 要么就是赤松子 跟这个道家神仙故事是绕不开了 我们得回到陈藏那个时代去 为什么会这样去写呢 三个原因 第一个 他去的地方是哪里 金华观 金华观本来就是一个道教场所 那么在道教场所写道教神仙故事 本来就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第二个呢 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 这个李唐王朝的建立者 李渊呢 建国之后 他就需要去寻根问祖 他找到自己的元祖是谁呢 写《道德经》的老子李尔 所以他就确立了《道德经》的无上的地位 到了高宗时代 甚至把老子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 武则天 甚至向高宗皇帝提出来 把《道德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你看这个政治地位是很高的 所以这么一来 陈子昂自然就是非常用心的去学习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陈子昂在具体学习的过程中 不仅仅要学习竹子百家 他更度重的 更喜欢学习的是什么呢 道家文化 那么自己在写诗的时候 把自己擅长的 自己熟悉的东西写出来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他这样去写 三个原因 展示了他对金华冠的喜欢 那这个他想遇到上古仙人 赤松子 他说这个话是真心的吗 在我看来 这就是个浪漫的说法 您不要当真 如果说他真的想去归隐修仙 他就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 陈子昂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便从一个浪荡公子 转变为用功读书的好学生 他玩乐时潇洒尽兴 读书时又能心无旁骛 并且在短短几年内 便学有所成 这样的意志才智 也不得不令人佩服 或许正是这样的聪明才智 令他十分自信 的确 陈子昂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时 可是信心满满 立志要在京城大师拳脚 大显身手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真的如他所愿吗 那么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呢 是条路二年 那一回 他到京城里边失败了 煞雨而归 他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啊 这首诗是 宿空灵霞 清树村蒲 地地 明月水 描咎咎含夜源 可思好方乱 周朴 记无轩 一座千金子 宁之九世魂 虚文示诸阙 接受 务华轩 违别高堂爱 昆玉 明主恩 金城转棚去 叹息 赴和言 这个空灵霞在哪 空灵霞 在紫归县那 为什么叫空灵霞呢 原来这个地方地理环境很险恶 悬崖峭壁 中间是一道溪水 水流湍急啊 要想经过这里 船上有重物就过不去 怎么办呢 要把船上的东西都给卸下来 空船才能勉强通过 因此叫空灵霞 灵是小船的意思 当年沉藏 考试失败 返回自己的老家四川 考虑到自己的安全 就没有连夜赶路啊 住在了青树村 晚上闲着没事 出去散步 月亮高悬 月光照在水面上 是波光淋漓 长江多元 耳畔总能听到 猿猴的鸣叫声 是空虎传响 毕竟是傍晚 渡口边上已经没有了行人的嘈杂 本来如此静了 我们坐着的内心是不是应该很安静 很安宁了呢 不对 作者的心里边呢 静不下来 是猪雀 猪雀是什么 就是皇宫前面两个望楼啊 用来指代朝廷 那么加上一个动词是 是猪雀就是在京城当官 结瘦两个字 也证明想当官 瘦是什么呢 是拴那个官印的丝带 华轩就是豪华的马车 看来 陈子昂进京城 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占据要路金 想在朝中 有一席之地 因为有这个想法 所以他告别父母 到京城去求官 本来想着呀 是一战功成 结果没想到 失败了 想到失败心情是低落的 感觉自己的命运 没那么好 所以他就把自己比成 在风中翻卷的棚草 没有根基 想到这儿 出了哀叹 没有别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把两首诗放到一起 你去对比一下 那前边那个 描写金华冠的 渴望遇见赤松子的 那还是真心的嘛 故作潇洒罢了 陈子昂第一次进京城 参加考试没有经验 考试要什么经验呢 不就拿起笔来 答卷就行了吗 原来 在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公开的秘密 叫行卷 也就是说 参加考试的人 鼓动去和京城的贵人 甚至是主考官 交好关系 把自己写好的诗文 拿出来 送给这些人 让他们帮自己 做个宣传 如果能得到 这些人的首肯认可 那离成功就不远了 这个陈子昂啊 第一回进京城 向谁行卷去 根本不知道 所以失败了 在家里边待了段时间 还想占据腰禄金 还想当官啊 再次到京城 参加科举考试 我想当他从四川 到了楚地的时候 他一定会百感交集 为什么呢 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时候 他到了湖北的时候 到了楚地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首诗歌 渡京门望处 遥遥去无瑕 望望下张台 八国山川境 京门烟雾开 成分苍野外 树断白云微 今日狂歌课 谁知入楚来 乌霞离自己越来越远 张台离自己越来越近 张台也就是张华台 他代表的是湖北 代表的是楚地 乌霞呢 他代表的是 自己熟悉的故乡山水 他看到的是 代表繁华的成义 众多的人口 另外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远处的树木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他代表的是 环境的上乘 不管是繁华的 众多的人口 还是高大的树木 我们完全可以用 气象辽阔来概括 所以看到这儿 我们的作者呀 就说了 说自己是狂歌课 谁呢 楚狂皆愚 想到这么一个人物 楚狂本名叫陆通 这个人和孔子是同时代的 和孔子还有交集 这个陆通呢 就假装疯癫 只有这样 他才能够摆脱 那个官场的缠绕 他不想当官 陈子昂把自己比成 楚狂皆愚 目的是什么 意思是说 自己志向高大 没有把当官当成 自己成功的必然的手段 可是为什么现在还要去考试呢 是为了帮助朝廷 所以就像我这样的才能 我到了朝廷 一定是马到功成啊 从这个话里边 我们看到陈子昂 是洋溢的 自信的英雄气 可是结果没想到 失败了 陈子昂个性狭义 在他的眼里 天地辽阔 山河壮美 他的山水诗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景物之美 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心中的万丈豪情 年轻的陈子昂 胸中有着无限的热情 也正因如此 他不止一次参加科举考试 但尽是极地 又谈何容易 京城内人才晦翠 陈子昂初出茅庐 积极无名 无人知晓 无人推荐 这让他苦闷不已 有一天 走在京城中的陈子昂 发现了一个 可以让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发现了什么 他又是做了什么 令他在京城中 名声大振呢 陈子昂发现 京城的大街上围着一群人 干嘛呢 不知道 走到跟前一看 原来中间有个人抱着一把湖琴 在叫麦 当时中原这种乐器还不流行 所以没有人会弹奏 麦不出去 陈子昂就问呢 麦胡琴的 你这个胡琴价值几何呀 卖多少钱 麦胡琴的说 价值百万 百万啊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数目 谁身上带那么多银子啊 陈子昂一看 周围的人都围着看 没有人买的打算 就觉得这应该是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把它买下来 可是自己也没有带那么多银子啊 怎么办呢 哎 麦胡琴的 你看 我那个马车 价值千米 一米是一千文 我能不能拿我这个马车 和你那个胡琴做交换 麦胡琴的一听 这可以 就这样 陈子昂接过胡琴 麦胡琴的赶走了马车 这是很壮举的一个行为呀 刚才围着麦胡琴的一群人 现在转过身来围着陈子昂 哎 小伙子 你会弹这个乐器吗 陈子昂一看 开始得瑟吧 会呀 我非常擅长这种乐器 能不能这样小伙子 既然你把这个胡琴买下来了 你现场给我们演奏一曲如何呀 哎 不好意思 今天就不演奏了啊 如果想听 可以 到我住的宣扬里 我专门给大家开一场演奏会 您看如何呀 哎 这个好 大家都很好奇呀 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 这个消息就传开了 到了要开演奏会这一天 人很多呀 陈子昂早早做好了准备 大家都等着陈子昂上台赶紧演奏吧 终于陈子昂来了 各位都到了 都到了 都准备好听完演奏了 准备好了 那行 我现在就开始了啊 转回身从后台 把胡琴给抱出来了 大家伸长脖子都等着呀 要听听这天外仙月到底是个啥样子 这个时候就发现陈子昂 把那个胡琴高高地举过了头顶 这是要干嘛呀 就听陈子昂高声说道 我是涉红陈子昂 来到京城宝地 我是求功名来的 但是没有人搭理我 可是街上竟然有那么多人在围着这把胡琴 是问谈问短问东问西 我写了那么多文章 没有人看 从这个陈子昂的发言上来看 如此的慷慨陈子 你说完了你谈呗 没有 陈子昂重重地把这把胡琴摔到了台下 在下边观看的人大惊失色呀 那你把胡琴摔了是何不是骗我们吗 我们在这干嘛呀 哎不要走 陈子昂又转身回到后台 把自己的诗文集给爆出来了 人手一份 闲着也是闲着 在这看吧 大家拿着陈子昂的诗文 闲着也是没事吧 看吧 哎 这诗文写得还是不错的 有高度 有深度 目光敏锐呀 于是 在场的人都纷纷替陈子昂去扬名 去做宣传 宣传来宣传去 就到了一个人的耳朵里 这个人叫王氏 这个人有水平 他看了陈子昂的诗文 他评价了一句话呀 说陈子昂将来必是海内文宗 啥意思 年轻人都会跟着他学习的 这就是榜样 京王是这么一评价 陈子昂的名声更大了 这对他的成功 就打下了个坚实的基础 于是榜上有名 考上了 陈子昂碎琴一世的真伪 是存在争议的 但无论真假 碎琴这一故事 已深深地与陈子昂联系在一起 我们能通过这则故事 联想到年轻时的陈子昂那意气风发的模样 无论是否存在碎琴一世 陈子昂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中了进士 终于有了为国效力的机会 这让这个充满豪情壮志的年轻人 激动万分 然而 进入官场的陈子昂 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吗 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写下了千古传颂的 登幽州台歌呢 请继续收看 《唐诗里的山水异境》第一部 第七集 欧盟未必是真心 高宗皇帝在洛阳驾崩 死在了洛阳 到底是 保着这个凌驾返回西京长安 还是就在洛阳就地安葬 朝廷里边形成了两派意见 公说公有理 颇说颇有理 陈掌仗着一股子热血 人家写了一篇文章 剑凌驾入京书 在文章里边谈了自己 如何处理这个高宗皇帝的遗体的意见 武则天看着了 武则天一看这小伙子不错呀 说话这么直 这么有见地 召见一下 于是就把陈子昂召进了金华殿 和他聊天 陈子昂一看机会来了 大谈君臣之道 他这个慷慨陈慈 就吸引了武则天的注意 封他为临台政治 陈子昂一看多好啊 我就想遇到这样的明君呢 赶紧写下了一首诗歌 这首诗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渴望遇到明君圣主 渴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写得非常好 只要有机会 我就好好干 机会不合适 我就嫁一夜小舟 归隐江湖 在这首诗里边呢 他写到了两个人物 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 令相儒 公孙洪 这两个人 都有很多 很著名的历史故事 再取连城壁 指的就是 完壁归赵啊 赵国有一块和氏壁 很漂亮 秦昭王呢 想要 于是就给赵王去了一封信 说我想要这个和氏壁 但是不白要 我用十五座城池 来换这个和氏壁 你看如何呀 但是秦国呢 国力很强盛 赵国有点微弱 打不过人家 不敢得罪 谁敢去呢 这个时候 令相儒站出来了 我敢去 让我拿着和氏壁过去 你放心 到呢 要么我换十五座城池回来 要么 我完毕归赵 就这样 令相儒 带着这个和氏壁 就到了秦国 秦昭王拿着 左看右看 那个喜欢呢 舍不得撒手 但是 只字不提 换十五座城池这回事 令相儒琢磨出来了 摄得局 令相儒脑子一转 赶紧说 秦王 您看这个和氏壁很漂亮 其实上面也是有瑕疵的 来 我只给您看看 令相儒抱着这个和氏壁 往后一退 来到柱子跟前 你们别再逼我了 再逼我 我跟这个玉石 一同撞在柱子上 我也死了 碧玉也坏了 秦王赶紧说 咱们再找一个合适的日子 换十五座城池 令相儒知道 这是个套路 抓紧时间 让自己的下人 带着和氏壁 顺小路 返回自己的国度 完毕归照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 让我们见出来了 令相儒的机制 也见出来了 他的爱国之心 陈子昂说 我想 也建立像令相儒 一样的功劳 第一个 第二个 公孙洪 公孙洪是汉武帝时期 著名的丞相 成了丞相之后呢 还被汉武帝封为 平津侯 封侯拜相 这是人家陈藏的政治理想 他说 如果我实现不了 这个政治理想 我怎么办 我就归隐江湖 你看人家这个气魄 人家这个志向 陈子昂后来又被封为 十一官 又十一 离武则天更近了 说话的机会多了 但是言多必失 这个武则天呢 推行改革 陈子昂呢 写了大量的诗文去歌颂 不过陈子昂这个人呢 很刚直 很正直 对武则天改革的过程中 所存在的问题 事无巨细 能直接说的直接说 不能直接说的 在诗歌里边说 比如 武则天喜欢用酷吏 让身边的大臣 人人自危 陈子昂就很不客气 把这些问题给指出来了 那武则天咋想 你陈子昂这个人是让人既爱又恨啊 爱你是因为你很有见地 恨你是因为你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 动不动你说我一顿 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啊 可是陈子昂照样不改 这就是秉系 慢慢的 武则天就疏远了陈子昂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弃丹叛乱 武则天派自己的侄子 武优义率大军去征讨 同时 让陈子昂作为随军参谋 随军出征 可是这个武优义啊 没率财 为人有草率 轻浮 老打败仗 而陈子昂呢 曾经跟随乔芝芝出征 人家是有军事经验的 他本来就爱说话 所以 就经常会对武优义 提出一些建制性的意见 武优义 武优义听不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 陈子昂很郁闷 来到野外 向历史上的名人至今 这些名人都是谁呢 燕昭王 燕太子丹 岳翼 田光 都是燕昭之人 向这些人致敬 他致敬的目的是什么 渴望自己也能够遇到明君圣主 像燕昭王那样的明君圣主 燕昭王为了让天下有才之士 都到自己这个国家来服务 建了个黄金台 对人才 对人才非常重视 可是 这是陈子昂的理想 当实现不了的时候 他就是空想 在陈子昂那个时代 现实生活中 没有如此学习燕昭王的明君 所以他登上幽州台 慷慨悲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体下 坐着站在幽州台上 在苍茫宇宙之间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命个体 那么渺小 生命如此的短暂 但是 我们又会发现在这个个体 渺小的情况下 却又蕴含着无穷的爆发力 这里边是有生命的张力的 因为你发现了没有 陈子昂没有向命运妥协 在这些字里边 让我们看到一个人 对国家的出信 对国家的热爱 如果读陈子昂的诗歌 你会发现 陈子昂对国家的爱 是自始至终的 是发自肺腑的 那么我们前面说到 他想归隐 他真的愿意归隐吗 你就只当成是牢骚话 听听就行了 这就是文人的浪漫 陈子昂的职位不高 我们在他的山水诗中 看到了他的政治理想 看到了他的政治追求 但是呢 同时也在他的山水诗中 看到了他内心的纠结 那么如果是一个身份地位高的人 比如说宰相张月 他又会带给我们 什么不一样的人生感受呢 这就是我们下集要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